8月22日,香港海洋公园向传媒表示, 其圆区8月的游客数量出现双位数比率的下跌。 海洋公园表示,近期由于香港发生多起连续的示威活动, 社会情况不稳定,旅游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去到8月,人流就开始下跌了,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团体, 其实来自全世界以至到国内的团体和自由行。 那些客人都是,8月就见到是减少了很多的了, 都有双位数字的减少,真的。 海洋公园方面表示,对此感到忧虑, 未来他们会继续改善业务,加大宣传, 加强景区吸引力,促使游客回流。 香港海洋公园当天宣布,将于10月4日至31日期间, 推出2019年Halloween全元季活动。 驾院議会导致,Dem 着 clear, 进入公园前总监可以提供下跌养的过程。 背景和佛忠道事件, 在那 involved未来各自适与上的墙幻的两者大局体和角度行为人数字。 当你这里的练乱,